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目前非常火爆的在线教育及远程会议的程序 这个软件是目前所有远程教育及在线会议软件中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软件 包括它的画质、清晰度、视频的流畅度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它的主页面 它的功能有会议、视频网络研讨会、会议室、电话系统、商务、即时消息等 好,那我们就开始讲它的一些安装及它的应用操作的过程 首先我们要安装 不知道它的网站官网的地址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谷歌 输入Zoom 就可以找到了它的官网的地址 打开就会进入它的官网 或者是我们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直接来输入 我们可以输入Zoom.gum 它也会跳转到它的官网 或者我们直接输入Zoom.us 就会进入它的官网 进了以后我们可以先下载它的应用 你可以先进行免费的注册 那我们点注册免费注册 它的注册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邮箱 不需要电话号码 第一步的话它会进行一个年龄的确认 我们这里就把自己的年龄输进来 进来以后它会要求我们输入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或者我们通过谷歌 脸书或者是SSO进行登登录 这里呢我们习惯用谷歌来登录了 大家可以用自己最好用熟悉的一些谷歌或者Facebook脸书来登录 因为我这里已经登录过了 所以它有一些记录的 我们这里呢主要是如何下载 下载的话我们可以到它的网页的下边 下边它有个专门的下载会议客户端 点击进入 这时就会进入下载页面 我们下载的话它会自动的批配我们的系统 所以我们直接点下载就好了 我这里是Mac系统 OK然后点击运行 点击运行继续 安装 这是需要输入我们的苹果的密码 好 已经安装成功 关闭 我们如果是我们是参与方 或者是我们只是学员 我们就可以点击加入会议 这样的话就需要输入对方的 发过来的一些会议号 我们就可以加入他们对方的会议了 这里我们先知道大家完成我们的会议主持 或者教学方的一些简单的操作 点击登录 这里呢我是用谷歌登录的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免费注册 点击后他就会进行官网进行注册 但注册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这里那我们现在就登录这个 好我们现在已经登录上了登录上了以后分四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菜单项 第二区域有搜索个人中心及设置 第三个区域就是他的操作工作台 然后第四个区域呢 就是他的一些信息 时间还有我们召开会议的一些安排的信息 工作台有四个选项 第一开始会议 第二加入别人的会议 或者是课程 第三就是对时间的安排和设定 第四项是屏幕共享 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个人中心 更中心里有一些设置名称 然后这里会有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个人资料 有一些帮助 检查更新 还有切换账号 如果我们用几个账号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切换 你可以对现有的账号进行注销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基本的设置 在这些设置里面一般的默认的像已经不需要我们做过多的更改 这里有些比较小的一些变动 我们可以做一些调节 比如说常规里面 会议前 我们可以设置 我们可以设置多少分钟来进行提醒 有五分钟 有十分钟 有十五分钟 在录制里面 我们可以更改他的保存的录像保存的地址 比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址改到我们的U盘 或者是移动硬盘上面 这里有我们的个人资料 这里面有可以进行查看高级功能 编辑我们的资料 升级到付费账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简单的基本的一些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高级的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常规里面 下面有一个查看更多的设置 你可以通过个人资料里面 查看高级功能 好 我们现在到他的高级设置里面 我的设置 这里面可以进行一些调解和更改 比如可以设置会议的安排 这里可以设置在主持人之前加入 也就是我们的参与者 可以提前来加到会议里面进行等待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下面这一项是实用个人会议ID 我建议大家设置一个不常改变的固定的ID 这样的话就不用每一次去发我们的邀请码 这样就不用每次发邀请码和密码 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个人会议室 点击打开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设置 看到我们的会议ID地址 默认的情况下 他会需要 他会设置一个会议密码 然后会员的连接 我们可以把连接 复制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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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给我们的被邀请方 或者发给我们的学员 我们对这些设置的更改 可以点下面的编辑此会议 进来以后就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需要会议密码 这里可以用他的也可以我们设置一个 12345 简单的一个会议密码 然后视频主持人的打开 然后视频主持人的打开 参与者的打开 然后音频的的话 就是我们都有 一般的话这里就默认了 就不用GET了 可以会议选项可以启用 在主持人之前加入会议 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参与者就不用去等待了 尽量不要启用等候事 启用等候事的话 就是让参与者参与者的进入 必须由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一个批准 才能加入我们的会议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启等候事 然后会议选项的最下面一项就是自动将会议录制到本地点的计算机 好OK 我们选完以后就保存 保存 OK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会议 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 程序 进入我们的程序主页面 进入他的工作台 对我们不要忘记把我们那个邀请的连接和信息 还有密码 会议的密码发给我们的学员或者会议参加者 我们可以安排个时间 比如说 今天的会议几点开始 周期性的还是非周期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4月9号 4月9号的话 那我们就上午的我们就10点安排一个就10点半安排一个会议到11点半 安排一个会议 然后那会议的我们是视为周期性的 会议的ID呢还是我们固定的ID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每次来变进行变化了 然后日历呢我们就用我们的 谷歌我这里用的谷歌日历 请问等候适呢就不用了 允许在主持人入会前加入自动保存这个不行吗 我没有选 然后点安排 这时候他就会保存到谷歌日历里面 这样我们也可以开始我们的新的会议 这也可以调节我们的视频 音量 我们那个调节我们的可以选择麦克风扬声器 这些音频的设置 我们可以点参与者 可以给参与者发邀请 通过邮箱来发送邀请信息 我们也可以复制信息和复制链接 将我们的邀请信息或者连接发给我们的备邀请房 OK 点击更多 这里有聊天 我们可以在这里发一些信息 大家好现在上课 这时呢就会 它就会显示出来 OK 这里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表情 我们这里当然主要想屏幕共享 屏幕共享选项 允许多个参与参会者同时共享 我们现在打开屏幕共享 屏幕共享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白板 这里可以在白板进行一些操作 简单的标识 简单的标识 对测 擦除 你可以输入一些文本 然后对我们白板的一些信息可以进行保存 白短白板就会自动保存下来 好 我们点X退出 这里点击红色的按钮 停止共享 OK 这样就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视频页面 好 这里我们讲了如何发信息 如何共享 在共享里如何标记 我们现在结束我们的会议 它这样会提示我们一些就保存下来的白板 上面的菜单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在这些进行一些聊天 在这里有很好的功能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加入一些程序 比如我们可以增加谷歌日历 它这里也会有一个视频的一个介绍 我们点这里就可以进行安装 但我这里已经安装好了 它会有个介绍 先前按下的介绍 点这里 然后就可以点安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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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按下的介绍 也计算有印象笔记 谷歌日历 还有一个翻译 或者大家可以安装一些自己需要的应用 会议发起方和教学发起方的一些简单的操作 然后就讲到这里 先按下来 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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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按下 点 一